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此同时 中国 俄罗斯等国被允许继续与伊朗在90天内进行合作计划 综合媒体5月4日报道 美国国务院5月3日宣布 将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 制裁内容包括禁止向伊朗布什尔核电站提供支持 禁止伊朗将重水运往国外 禁止伊朗进行进一步的游农租活动 新的制裁于5月4日开始实施 路透社报道 与此同时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新制裁豁免权 允许俄罗斯 中国和欧洲各国继续进行合作计划 防止伊朗重启已废弃的核武计划 但美国国务院表示 新的豁免权只有90天 比之前的期限短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声明中表示 此举目的为强迫伊朗停止生产低浓缩油 伊朗一再拒绝这项要求 奥特加斯指出 伊朗必须停止所有扩散敏感核活动 包括浓缩油 我们不会再接受持续生产低浓缩浓缩油的行为 报道指出 这是美国三周来第三次对伊朗裁区惩罚性行动 美国4月下旬表示 不会再给予从伊朗进口石油的国家制裁豁免 要加快伊朗石油零出口计划的脚步 特朗普政府还采取前所未见的举动 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外国恐怖组织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4月底称 伊朗正在考虑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以回应美国追加制裁 华尔街日报5月3日报道 有美国官员称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加大对伊朗执行制裁的力度 未来将瞄准与伊朗做生意的公司和金融机构 以便通过切断伊朗以美元计价的硬通货来源的方式 进一步打击该国经济 据悉2018年5月 美国宣布退出2015年伊朗和有关各方达成的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美国政府随后重启因协议而终止的对伊朗制裁 对此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强烈反对 此外欧盟方面也表示将继续履行伊核协议 反对单方面对伊朗实施制裁 中美贸易新一轮谈判于4月30日开始 5月8日中方谈判牵头人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即将再次访美 美国同时已经向欧盟、日本、印度都发起了与贸易相关的威胁 与此同时 5月2日 美国又将取消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 此前被豁免的中国、印度和土耳其等国家 都将被纳入美国的制裁范围 这引起了全球对供应短缺的担忧 导致原油价格攀升至6个月以来的最高价位 在中美贸易战 伊朗石油制裁都悬而未决之时 其他国家除了感到焦虑和担忧之外 也在跃跃欲试地抓住这个时机 而这个档口的确给了他们可以利用的机会 4月27日 美国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刚刚落幕 其中最受瞩目的参与者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普京在会议期间表示了对美国制裁伊朗的担忧 称我无法想象全球能源市场会对此做何反应 他表示会继续维持在石油组织OPEC中签署的维持产量的协议 这一协议有效期将到今年7月 但同时普京也告诉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伙伴 不必担心石油的供应问题 他说俄罗斯现在每天的产量是150万桶 我们可以输出的更多 我们在这方面有巨大的潜力 俄罗斯已经做好准备 不仅仅满足中国的需求 还会满足我们全球各地伙伴的需求 颇有向中国世界出手相助的意味 若美国真的开始制裁 已经高攀的油价将再次上涨 对于石油出口占商品出口60% 占国家GDP30%的俄罗斯来讲 这绝不是个坏消息 如果俄罗斯每日生产110万桶原油 当原油价格每提升1美元 俄罗斯的全年经济将增加40亿美元 中俄之间的原油管道二线在2018年已经开通 作为伊朗石油最大的进口国 中国必然在美国的制裁下 加强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 这对中国来讲是需求被满足 对俄罗斯来说则是开拓了能源市场 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呢 过高的油价反而对美国不是好消息 工业成本上升 最终可能打击特朗普引以为傲的股票市场 从长远来看 对伊朗的制裁迫使中国在通过石油货币 或融资等手段来帮助伊朗石油继续出口 伊朗央行还直接把人民币列为外汇货币 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石油交易 已开始由卢布完成 在美国取消豁免之后 俄罗斯很有可能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 并且由俄罗斯再转运至其他国家 中俄绕过美元进行大宗石油交易 不仅对美元的中心地位不利 最终对美国的石油出口也没有注意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贸易战很好赢 美国人会赢到厌倦 回过头来看 中美两国各有损失 从中获利最多的反而是另一些国家 不小心没发现 中美贸易战的最大赢家或许是越南 资料显示 2019年第一季度 越南实际GDP同比增长6.79% 这是在过去十年之中 越南在第一季度第二高的增长率 第一高的则是2018年的第一季度 去年越南对美出口同比增长26% 越南的钢铁行业服装业和纺织业都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而更为繁荣 因为不少企业将工厂从中国牵制越南 日本瑞穗研究所分析师表示 即使全球经济放缓 预计从中国迁往越南的企业仍将继续 另外 台湾也在利用贸易战的机会将长期投资于大陆的台商资本吸引回到台湾 据彭博社报道 截至4月26日 从网络设备制造商到运势配件生产商 已有40家台湾公司承诺返乡投资67亿美元 为当地创造21,200个就业岗位 这可能会推动台湾投资量创下新高 甚至超过前领导人陈水扁时期的154亿美元的记录 去年受贸易战影响 中国向美国进口大豆同比下降49% 同时向巴西进口增长了30% 同时俄罗斯、乌克兰和印度也对中国大豆出口大幅增长 这些国家显然看到了中美贸易战给自己带来的商机 近来 俄罗斯也在和中国讨论 加大在农业产品上的合作 特朗普所想象的制造业重回美国 就业岗位从中国回归并没发生 这些资本和就业机会迅速开始转向了更多 比美国人工成本和建厂成本更低的国家 为什么单边制裁不好用了 特朗普上任之后 启动的单边制裁不止贸易战和伊核协议 但是效果都不如意 比如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的起诉和禁用 并没让欧洲的盟友停止和华为在5G技术和市场上的合作 反而在美国的威胁下 情报共享的五眼联盟有分崩离析之势 又如美国以人权问题为由 对委内瑞拉进行制裁 不仅没能帮助委内瑞拉反对派 瓜伊多推翻县政府 而且还让俄罗斯更为名正言顺的 给予美国军事上的帮助 归根结底 美国似乎不能再像单极世界霸主一样 用单边制裁来获得利益最大化了 曾经靠对日欧贸易战保持经济霸主地位 靠美元的主导作用来影响中东局势的美国 现在难以重温旧梦 单边制裁下的美国优先 也只是特朗普的美好愿望而已 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综合实力的相对下滑 也是全球化进程必然的变化 事实就是全球化的进程下 世界经济前所未有的融合 全球供应链成本降低 各方获取资源的来源和出口市场都在扩大 制裁令美国获益的可能自然减小 经济体之间的关系紧密 让美国难以找到共同实现多边制裁的伙伴 美欧在贸易战上无法达成一致就是一个例子 科技壁垒 资金的垄断 地缘政治上的霸权 在世界多极化的过程中都将逐渐瓦解 届时美国的制裁就更加无用 到头来只是给他人做加一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